我們繼續上個禮拜 找老師的同學都回來了嘛 小凱凱是哪一位 大家都叫你小凱凱是不是 那上個禮拜齁 本身我們這堂課 主要教Forture 但是我認為有一些 以前齁 各位用那種 图形介面來寫程式 比較沒有辦法達到的地方 也是我們這堂課 我想要教各位的一些 重點齁 所以上次呢 上次有同學問 為什麼 以前你用這個 圖形介面 比如說VSCode 按一按 程式就執行了 為什麼還要再下這個 這個Command Line去下這個命令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們有時候 寫程式齁 想要去執行 非常多 的命令 或者是同時執行非常多的程式 你沒辦法用 視窗介面 來達成這個目的 好 上一次同學應該有感受到 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來寫齁 所以同學 你上個禮拜沒有來的 看一下我把不必要的地方 刪除一下好 好 那請各位沒有來的 打一下這些程式碼好了 然後把它存成 它的副檔名叫做.pl 它是一個pearl的程式 我們 課堂結束的前 三四堂課 會仔細的教各位怎麼使用pearl 這些符號很奇怪 很奇怪 沒關係你就照打 因為這個程式語言是 人家發展的 它用了一些特殊的符號 更 crude 你看四豐快 很多 Hard 那夫間 好 我給你你 ね 呼吸 其實同學你可以發現這個語法跟西語言 非常非常相像,對不對 幾乎百分之六七十喔 這個Pearl的語法跟西幾乎是一樣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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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来我们先 先从最原始的来好了 因为有些同学上礼拜没有来上课 也许不知道这个 写这个城市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 来同学 这个城市嘛 有没有每个同学都有拿到 在sourcecode里面 有一个叫做helloworld.f90 还有没有同学 还没有找到这个城市码的 helloworld.f90 我有传一包 全部都是sourcecode给各位嘛 那你解开压缩之后把它传到你自己我们这个linux server 上面去你的账户里面 我好像用的档名是Fortune的pearl是不是 然后这个sourcecode 我好像也有传到我这个github的账户哦 如果你没有带的话你可以去上面 download下来也可以 那你就要查一下github 然后我的账户名称 对我的账户名称里面有一个 看猪讯棚 然后这个repository就是这个城市库里面 好看一下 Fortune的pearl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把它点进来 是不是我所有的sourcecode在这边 好这边有code 你把网址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然后在你的账户里面 这个comment line里面 你打一个gith cline clone 按右键 把刚刚的网址贴上来 按下去 它就会从我网路上这个账户 把这个资料奖里面 所有的层次都download下来啦 如果你没有带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来做 各位如果以后研究生你有写一些程式 那我建议各位一定要用这个github 随时写完就把它 push到github的网页上面 你就不用怕 你的电脑挂掉 你随时都可以有最新的版本 然后你如果你觉得新的版本 不好还想回复到上一次你提交的状态 马上就可以让你的source code 变回你上次提交的状态 你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层次 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的idea 新的idea写上去 发觉层次运作不是那么理想 又想要回到上一个版本的状态 你如果没有用这个github去追踪它 你又要一行一行把它改回来 或者是像我们以前 都把这个版本存起来 然后再把它复制 改一个新的版本 啊有时候很懒啊 存的位置不一样 你又要花一天的时间 把每个资料夹都找片 看哪一个版本是你现在要找的 好咯吗 啊你如果带自己的个人电脑 是windows的系统 这个github的层次 你可以去下载windows版本 下载安装完 你同样可以利用这个github的指令 gith clone的指令 这个Fortran的程式当然你程式码结束 你一定要告诉你的这个Fortran你的程式码在哪里结束 所以第12行一定要写一个end 一定要写一个end哦 你不写end你到时候变异的时候会出错 然后在Fortran里面 你的注释行是要用金碳号 有人说用C啦 不过这个C我觉得不太好 你写一个C也是注解列 这版本不让你用C 那就用金碳号吧 啊在C语言里面是不是用这样子当做注解行 然后在pearl里面是锦字号 锦字号 所以你每一个程式语言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下 锦字号是它的注解行 代表说你只要在前面加了这个符号 这个程式语言就认为后面这个不是程式码 而是你的说明行 啊在Fortran里面 这边就是用金碳号当做你的说明行啦 好 那你一个程式写好在Fortran里面 或者是C语言各位以前怎么做 这个字体太小了 谢谢大家 大家请你打一下GFortran GFortran GFortran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程式你要去让它翻译 给机器看得懂的语言 你必须要用一个工具 翻译它的原始码 然后-O 你的 output档想要取什么名称 那我们通常其实比较习惯的 是你 原始的程式码前面那个字哦 prefix 然后打一下你的程式码 然后打一下你的程式码 好 打一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贴不上来 同学你按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刚刚我把and关掉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语法上的错误 所以你要把and打开 不然它会不让你去编译 我把and打开 來同學有沒有好了 這個指令打完之後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去查一下 在Linux裡面或者是PowerShell 反正你就學一套Linux的指令就好啦 因為現在微軟的PowerShell幾乎Linux的指令都可以用 LS 就是說把你現在這個資料夾底下所有的檔案給列出來 你點一下看有沒有出現Hello World 剛剛我們 出現一個綠色的 表示他可以執行 對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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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